黄毅和黄毅清的家庭纠纷正式告一段落 双方最终以庭外和解 结束了维持了两年多的婚姻 而我们新娱乐在线的记者也独家专访了黄毅清 他向我们揭秘了和黄毅从家庭冲突到离婚的始末 6月29号的时候 法院可能我看到新闻上说法院正式受理了 他这个案件 然后就是在昨天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就是初步达成一致 就是说大家就是签字和解了 黄毅和黄毅清的这场家庭闹剧 最终以两人庭外和解的方式落下了帷幕 黄毅清向记者透露 双方在7月4日就已经签署了离婚协议 孩子的最终抚养权归女方黄毅所有 黄毅清享有探视女儿的权利 因为毕竟小孩还是两岁以下 那就还是先别妈妈 然后呢但是我每个月就是还是一样 大家有一般的时间 十多天的时间在我这边 黄毅黄毅清的女儿名叫黄千玲 小名当当 出生于2013年1月 不满两岁的小当当 在面对我们的摄像机时不但不怕声 还显得颇为好奇 时不时地打亮着镜头十分可爱 过去九个月里黄毅清和黄毅的这场离婚风云 因为网络的扩散 闹得皆知相闻 如今两人之所以选择和解分手 为的正是女儿 这么被关注了 但是毕竟还是冷静下来 还是为了小孩考虑一下 就是能尽量把这个事情给解决的 就快点解决吧 和黄毅已经离婚 但在黄毅清的客厅中 一家三口的照片依旧随处可见 墙上有黄毅单独抱着小当当的照片 桌上还有一家三口的合照 虽然我和他妈分开了 但是毕竟还是一个妈妈一个爸爸 所以说这是他和他 比如说妈妈和小孩照片 我们父母的关系是脱离不开的 所以并不是说离婚后 就是马上一刀两断 就是什么互不联系了 毕竟还有个孩子在 为了给女儿放置玩具 黄毅清的家中专门腾出了一个 约二十平方的房间 里面堆满了玩具 由于小当当非常喜爱音乐 所以家人在购买玩具时 都会以此作为参考 眼前这架小钢琴 就是黄毅买给女儿的礼物 女儿成了黄毅清和黄毅之间 如今仅存的一丝关系 在小当当被判给黄毅之后 黄毅清很势不舍 他说女儿自从出生 大多数时间都是跟着自己 为了记录小当当的成长 黄毅清建立了一个名为 千玺铃铛Alice的微博 在这上百条微博中 我们看到了一段 令人唏嘘不已的文字 黄毅清用女儿的口吻写道 我好命也好运 又不顾一切为了我的爸爸 又不离不弃爱着我的妈妈 感谢赐予这一切 我最爱的爸爸妈妈 二十多年后 爸爸妈妈听到这段话 一定会泣不成声 小当当二十年后的想法 我们不得而知 但为人父母的黄毅清和黄毅 如果回看当初自己 为女儿写下的微博 心中又会作何感想呢 都有责任吧 可能我也有很多责任 因为毕竟我可能不是圈内人 我也不是什么艺人 所以说对这方面 并不是说很了解 然后可能自己信自己 有时候就是一生气 就这样说 但是可能没考虑到 大家会那么关注我这个事情 所以如果现在有次会 到时候重来 怎么觉得还是会 这样做 可能就不会发微博了吧 就不会发微博 对对 可能想别的一种方式吧